这盘起将近是2023年的西安之路碑决赛第一轮 有趣的问赵欣欣什么情况 怎么看一下他对抢穿着战 开局是西安之路对坐底炮 双方在第一轮相遇 走到这个局面以后 对方是上边马 那红方强挺懒头蛇 出局之后怪叫马 这儿黑方是飞翔 红方跳马 黑方怪叫马 此时红方走的招法是掌狙 黑方就巡赫狙 红方一吃 黑方先跳过来 这儿红方把狙亮出来 那黑方进行了补视 红方腰对一下 如果对掉的话 这个棋红方比较主动 那黑方将来不太满意 所以他不对 他的狙处太慢了 那么这儿的话 如果强行对红方自己火 他盯住以后 那红方就上马 你这儿想吃还不能吃 浸泡打你 所以他决定把狙对掉 然后过来吃 那这儿也就选择换掉 这时候红方就冲兵 这边呢拱着狙踩着狙 黑方正常就可以进狙 如果进两步的话 对方打狙可以进 没有用 他会上马 然后打掉之后 他回马再蹬过来就换掉 这个棋就是黑方稍数下风 完全可以下 那如果走得更稳一点的话 狙四进一就好了 你上马我打掉你 避免对子 那这个棋双方差不多 狙四平六 也是一个选择 那红方他走出了一个冰三进一 骗对方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说用 这个足以吃 他再有一个上马 将来是一个对炮的棋 踩着狙 你要吃马那得子 当然你要是退狙看炮的话 他进狙吃马吃炮 你要丢子 因为这边对着炮 所以你没有走开狙 打死狙的棋 所以这边要狮子 这就是一个马三尖二 那正常的话 其实他可以狙齿 临场没有这么走 的原因 就在于呢 他担心人家可能踩他一脚 这不切厉害 到这的话 这个棋啊 你要是还这么走 他也是这么下 你退回之后的吃双 你要是进狙 他也吃得子 那这个膝盖如何避开呢 这儿其实有一个巧手 就是 踩狙的时候往边甩一下 等他去打的时候 你再过来 这个时候就没有上马 踩狙吃炮的先手了 这个黑方是可以抗衡的 但是这个临场 很难想到啊 一个顿挫 所以的话 他看到将来人家 这个炮没走之前啊 踩狙吃炮 这边捉双子 这个飞刀呀 就把他吓住了 临场啊 蒙了 他没敢吃啊 也没敢冲 走了个点狙过来 结果红方这个马就上 这边是踩着炮 黑方正常也就打 红方冰三斤啊 这儿过了个冰 明显是红方占优 黑方马思进武 就想把这个冰吃掉 这儿红方选择进炮 你可以吃 我先打你一样再说 那这个棋应该说 红的有力啊 黑方临场的话 就先补试了 红方也就打 黑方这儿啊 担心对方又打过来 所以先进个足 帮马放火 接下来红方冰武心 其实这个时候 红方已然占优了 那么他正常招法 应该是先冲兵比较好 拱着炮 对方炮一走 再冲兵 这个优势将非常大 他可能担心对方 这个退局是炮吧 所以的话 他就没敢这么走啊 其实的话 红方有一个炮打中式 非常激烈的棋 这边打着马 你必须得吃啊 他吃掉你 你看着好像想走马 你不能动 一动他把菊踩了 所以只能先吃马再上 他这儿就看住了 如果你往这边上的话 想跟他换 人家一平炮你就丢死了 你往这边走的话 菊八精英完全可以守住 所以红方这个棋啊 优势无益 临场的话 红方呀 他直接冲了个中兵 结果让黑方就逃过一截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赶快掌局 到这儿 黑方是退回啊 做了一个防守 红方就退了一步 黑方现在就退回啊 跟住他 因为这边想 对子又怕对方过兵 所以就想把这个兵消掉 这儿红方他就退回不让 那黑方能走的棋 就是进局给他跟住再说 临场的话 这个棋啊 黑方想纠缠 这个下棋啊 蒋川是所有大势里面 最能纠缠的一个 跟他缠斗啊 时间长就会出问题 尤其是红方还有力的局面 那么这一纠缠之后 相当于就还手呀 红方顺手把足给打了 然后他不得不进去点 结果呢 这个棋中兵过河了 黑方这步上马更是不该啊 这棋应该就是败招 结果人家啊 走了一个进炮打局 很巧妙 你这步 局还必须得点 然后呢 他这里妙手就把炮给围住了 你要是敢逃 他一进炮 吃着炮打着马 瞬间失死 所以这个棋确实尴尬 到这的话 那他选择平局想对杀 红方仍然去打 就迫使黑方先表态 不然打着马打着局 你受不了 那么到这以后呀 如果你马退回 你得摆走呀 所以黑方拔剑了 就不要丢炮 他只能拼了 然后红方他打过来 继续呢打着局 你要打下去跟回来 反正这边呢 打着局踩着炮 你局肯定不能走 那这边你走炮的话 上马可能还要去打局 最终你这个炮还得丢 黑方决定呀 就把这个局拿过来算了 意思是炮不要了 我们冰吃掉 这个红方啊 直接把炮给吃了 继续踩炮 黑方现在想签还不敢签啊 踩着炮 他只能选择先退回来说 这样红方炮一退呀 那瞬间啊 这一滩水就开了 你什么也吃不到啊 也只能吃个小兵了 到这的话 红方架起中炮啊 就一个炮打门弓的局啊 这个局得势不了人 那么黑方出 红方现在补格式 因为他想上马鞠过来将对方 又怕对方过来防守啊 就先给他挡住啊 下个招期上马这一甩鞠 这边就是空门啊 黑方只好退鞠啊 先我过吊 也是顽强作战 红方啊 踩局准备跳进去 黑方赶快先手累啊 护住迎面 这儿一将 黑方他不能进 因为这边是个门弓 那么就有伤 这个局往过去甩之后呀 有一个点将上来一甩炮 是一个杀招 到这的话 黑方是想偷一下 红方也就出 那么现在这个棋 如果你选择退炮 就拦住他 不给他完成一个点将啊 甩炮的动作 那么这个棋 也是徒劳 因为他这里啊 点将之后 炮打过来 任何杀你 你现在这个棋 只能举砍炮了 那走到这儿以后啊 这个棋 举马炮肯定要赢起的 所以对方也是坐以待毙啊 打也挡不住的情况下 来来不 点将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就平炮啊 也不跟你这个 一将一杀 纠缠的机会了 那这个棋 黑方不甘心呀 他希望你这个局 回去将的时候 他一将过来 把你举丑了 那这儿红方就进来了 到这儿的话 你看确实挡不住啊 就认输了 因为现在你吃的话 人家都不吃你 点将之后 这边有一个甩炮杀 这儿你过来的话 把你吃掉啊 然后再一将 硬丑你的局 局将他砍完破之后啊 局马冷招啊 跑不了的 所以张欣欣呀 只好忍输 这盘棋啊 奖川获胜